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次謠傳她感染的艾滋病 讓小小萱打破沉默 親自在IG上駁斥 小小萱表示 對於之前艾滋病的謠傳 她一笑置之 但在母親節這天 又有媒體不經求證 寫了相關報導 讓她難過又覺得對不起媽媽 如今她選擇不再沉默 決定對所有不經求證的媒體 進行名譽訴訟 她也會想辦法找到造謠源頭 以免更多無辜的人受到傷害 要關照 誰熱烈的抗討 小小萱去年三月 因為籌備新專輯 壓力太大導致身體出狀況 支氣管炎 貼頭痛 腸胃炎 甚至發燒等等 讓她停工超過一年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付出 就連IG也很少更新 相隔四個月PO出新照片 只見她一頭淺紫色的新髮型 氣色看起來很不錯 她也感謝歌迷支持 會讓自己趕快好起來 三星文負責獎 李慧 帶你報導